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继续给大家带来IMT对阵G2的第二局 下半场上半场PP线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盘四杀 这下半场他们是应该搬掉了红夫人 然后放出了赫赫达的封眼 赫赫达的封眼在军工厂这张地图 我们看过的比赛不多 因为这张地图他不太愿意拿出封眼 不太好打 所以说这一把他的一个任务 其实如果说从一个比赛的考虑的话 这把他的任务是保一个平局就可以了 他保一个平局,对吧 那么他们总体上面会有一个三分的优势 三分的优势其实还是蛮大的 如果说这把让穷人者打的比较的好 万一穷人者完成一个多跑的话 前期的一个他们占据的优势就会被打回来 我们去看一下 班的话应该是班掉了机械和先知 这边拿出了一首祭司 然后空军咒术反正全是来给你打的 或者说可能会搬掉一个先知加前锋 这我们不太确定 因为上一把撞脸机械师 这个机械师也是真的被撞脸了 以后很难打 这边看闪现空了 完了 这是一个天风节奏的开始 这个闪现空了 前面有个大洞 那边空军都不一定会穿 因为这边空军其实还能溜一溜 这边可能过来先把这个大洞打掉 节奏非常的差 如果说开局最好抓的人应该是这个祭司 但是目前还没找到祭司 不过洞的位置是大致暴露了这个祭司的位置 我觉得这边可以不要去 忍择继续抓这个空军了 还是选择空军 空军有枪 这边想来躲枪 前期第一刀的闪现刀 刚才应该是想要驳一个震慑 但是很遗憾 那么这一轮节奏打完以后 基本上屠夫的一个节奏属于是非常非常炸的 到现在一刀没打中 穷者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这边封一封电机 看一下 中场这台人黄其实也不太好封 这边划了一刀 这边的一个傭兵被划死在了里面 调角度过去 这个电机旁边的一个墙 这再一划的话应该是没机会了 那这边的傭兵突然之间的一个死亡 真的是突然死亡 一下被划在了里面 本来天崩的一个封眼瞬间感觉活了过来 真的打封眼真的一刻不能放松 刚才赫拉这边也是 因为电机旁边的墙削的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这边就要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傭兵了 他的一个方位判断能不能找到 他还在往这个里面找 没看见 这里好像选择放弃了吗 还是继续找 继续找 没有能找到 应该是对于求生者来说不幸中的万幸 这没找到的话 傭兵至少还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能活 傭兵起来了 傭兵这边是交了自摸起来的 需要找队友去摸 科大这边的封眼慢慢的开始控场 节奏方面没有能找到空军 其实对于屠夫来说是很伤的 因为封眼他最关键的就是要手上有人 他其实跟约瑟夫三换神 其实都是相似的 就是一定要手上面有人他才厉害 如果手上面一直没有人 他没有节奏的话 即使你控场控的时间再久 等到破一加速一起电机还是能修得飞快的 就看这里第二轮的一个追击 这里祭司打洞跑 好这边再把洞打掉 人上一个咒术 这咒术不太好追 打着打着他的咕就起来了 而且求生者慢慢的要接管场面了 因为求生者慢慢的电机修得差不多之后 他们就可以腾出手来玩你的能量了 把你的能量消耗完以后 开门战你都不太好打 更何况这个封眼大概率是没有挽留的 这把求生者如果再这样打下去 甚至有可能能够保留一个博命来完成一个四跑 那么这里就比较的讨厌了 我们来看看这边怎么样能够确保 其实现在屠夫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能确保自己不被四跑 因为求生者这边一定是想要四跑的 一定是想要四跑的 怎么样不被四跑才是这一局的关键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要考虑就是如何不被四跑了 因为现在的封眼就算你抓到人 他们外面的电机基本上该修的也修的差不多了 而且你这个地方交闪线过去还有一个锅 再端你一手有枪对吧 有博命 还有祭司的洞 这些道具在屠夫劣势的时候 特别是祭司的穿针引线的一个作用 会显现的特别特别的大 虽然说现在他的大动CD还没好 但是在开门战的时候 他大动CD一定是好了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封电机 管住最后的电机 现在手上面有一个人 如果说这个咒术师能够卡过半 这把还是很有机会的 如果说在过半之前被救下来 真的是就很难了 就要看怎么样来留最后一个人了 好这边来先封封上打一刀没打中 祭司这边打动机去就打一刀 哎呦打椅子了 救下来没有过半再打 这边打到祭司意义不大呀 咒术师这边两个锅 他如果再挨一刀倒地以后 下一波被救下来 他甚至有一个三层锅 我感觉下一波可以让佣兵 让空军来救 因为空军有一枪交一枪 把人救下来 那么最后一轮 就或者说把这枪留一留 佣兵救 这个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这里屠夫现在很难受 三角滑住 好像是封住了 封住这里的咒术 但是咒术这边有孤 翻进去 咒术这边倒地 电击暂时还不能亮 这里他的队友开始来划封眼 让干扰封眼挂人 看看好像能量不太够了 能量不太够 这边还是能挂 挂到哪里 挂到这边大房 挂到大房的话 是有机会救下来以后 冲大房 屠夫这边的闪现是30多秒 咒术师倒是上挂飞 相对来说 感觉打留一个还是比较看得到的 比较看得到的 你说想要打个平局 或者打个三杀 可能稍微有点难 但是留一个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这边再封 好 祭司倒地 继续封 空军这里还开不了枪 这边无限的封 无限的封 就是不让你救 空军也倒了 这边电击量 一刀 哇塞 咒术师上挂飞 两个半血 这一波无敌防守啊 就划墙 就是靠划墙 把他们给划死了 这里开始控场 看一下这边 567 死亡三角 好像能够封住 漂亮 这个防守真的是太关键了 这手术 满血空军过来被划死了 枪都没机会交 这枪都没机会交呀 这边还在看 看见足迹了 门开了 祭司这边有大洞 我们看一下 大洞过去平局保住了 但是求者这边 因为佣兵还有一手薄命 没有交 需要看的就是 这个屠夫挂空军挂在哪里 而且空军有把枪 我感觉求者这边 先把祭司摸好 他们不太想放弃啊 这里 先把祭司摸好 再说空军交自摸起来了 空军有枪 先交枪 闪现 哇 这闪现没打到 那边跑地窖了 完了 三跑 还是三跑 哎 等会儿 拦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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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真的是各种反转啊 最后这手术 这反应直接封地窖 牵起来 差一点这个削了就爬出去啊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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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的一个翻盘啊 也是屠夫的一个翻盘 非常非常精彩 这场真的太精彩了 巨大劣势 在我看来 全者都有机会 博四跑的情况下 打了一个翻盘的 平局 稍时休息 下场再见 拜拜 拜拜